好 我们先来看昨天娱乐圈的第一大事件 中国电视剧品质盛典的各大奖项在上海一一颁出了 很多重量级的艺人各自斩获了属于自己的大奖 其中包括了胡歌 王凯 靳东 刘涛等红的发子的艺人 在这次的颁奖礼上导演孔生和李雪还透露了很多人关心的狼牙榜2的筹备进度 在当晚的颁奖礼上 名家三少的再次聚首自然是最能吸引眼球的看点 胡歌掌获了年度品质表演大奖 靳东和王凯分别得到了最具实力男演员和最具人气男演员奖 对于自己得到的殊荣 王凯表现得十分谦虚 追根溯源的话 你也是因为几乎的角色的错误 所以王凯分别起步 这种要走的方向还是有办法 刘诗诗则凭借正播的电视剧《女一鸣飞传》夺得了最具影响力业园 在过去的一个月时间里 《女一鸣飞传》收获高收视和好口碑 刘诗诗自然是喜上眉梢 我觉得其实这种题材还蛮少的 而且其实这个剧本的专业性蛮强的 我觉得编剧也很不容易 当晚的最具突破演员奖被甲乃亮摘得 这最具突破不单单褒奖的是 他在演艺事业方面的成就 还包括了在解放天性方面取得的成功 有什么想对你今天说的吗 我想说的太多 我想说什么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听不听 爸爸2015年做了很多的突破 综艺脱口秀主持人 歌手 舞蹈演员 剧片人 看着江南亮现场状态如此好 媒体自然是要好好配合 来点有趣的题目刁难他一下 你说我综艺举书演技和颜值都很高是吧 可以选一下吧 单选 好难选啊 你都说的都很高了 你说你让我怎么选呢 我觉得我特高 除此之外 在电视剧《大好时光》中 有着出色表现的汉东军和王小成 分别获得了新锐男女演员的奖项 我今天获得的奖项是年度新锐女演员 我相信我会把女演员这个身份一直做下去 刘凯威和陈翘恩分别夺得了最具魅力男女演员 霍建华和刘涛则分别摘得了最受欢迎男女演员 我相信你会把女演员的奖项都放下了最受欢迎